5月15日北京国家体育中心锤子科技起立发布会 在经历了长达5个月的预热期之后 这场期待已久的盛会终于到来了 超过3.7万人在现场同时见证了 坚果21和坚果TNT工作站的发布 那么作为后者主机关存在的实验手机坚果21究竟表现如何呢 老罗在现场并未花太多的篇幅去介绍它 或许是在赶时间 或许是为了坚果TNT工作站让路 总之坚果21似乎并没有 等我们熟悉它便早早的进入到开售的环节 从T1开始 锤子科技的产品在设计方面很少让人失望 即便是最挑剔的消费者 从摸到真机时也会有那么一瞬间为其质感所声声哲乎 坚果21就是这样 四区面3D玻璃后壳带来精英剔透感 很难用言语来形容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坚果21的背部让我想起了曾经的T2 配的纯粹 摸着舒服 配上古董色的logo 使其观感相当不俗 提到logo就不得不说锤子以你为傲的小设计 事实上能将指纹视频与T2 logo 而唯一的厂商占的很多 不是技术有多难 而是符合圆形的条件本来就少 当然锤子能够从坚果Pro2上延续下来 也是蛮妙的事情 单看表面无法发现其logo下方的奥秘 吸身体验之后 可能才能发现 或许是背部指纹最好的极致方案 西红线是最初登场于坚果Pro 古董色的线条让吸身层次感丰富 但有些人对这种设计不太感冒 认为西红线让整机增添了许多割裂感 碳黑色版本的西红线 贯穿机身让原本黑机器的整体多了些灵动 我想这次老罗坚持加入该元素的原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纯白色版本的细线设计 更纯粹也更具一体性 难怪发布会上老罗会称之为最好看的白色手机 6.17英寸Incel全高清显示屏 8242x1080的分辨率 全覆盖P3广色域 种种的一切都是为了监控R1的屏幕观感 横实的基础 而18.7比9屏幕比例 趋近于电影跨幅 想来用户在观影及游戏时会获得不错的体验 另外一方面 美人间全面屏 势必会给出汗者一种奇怪的感觉 和刘海不一样 这一小块区域是由于体质的问题 所以更容易让人注意 出上手时忍不住去多看他些 好在锤子科技或者老罗够聪明 一个默认变黑的状态栏能够很好地解决上述所有的问题 不过说实话 顶部显示区域在透明状态栏下会得以扩大 而黑色状态栏则让人有种坚固Pro2的即时感 因此两种解决方案各有利弊 唯一让我疑惑的是 明明屏幕顶部做了弧度处理 但顶部却是直角 和机身的R角落差总让人感到一些别扭 当然黑色状态栏下则显得上下对称没有毛远 很久以前锤子科技的产品在性能上总是落后于同期体验 而今天国产手机当中第三款搭载高通骁龙845顶级芯片的 便是坚固而易 这一步卖了很久 这一步卖得很艰辛 这一步卖得值 老罗在发布会上说 好分并没有太大意义 同为845期间的状况之下 些许分数差距都是在误查范围内 并不能说明性能有别 不过即便是这样 我认为量化后的分数还是可以表明其硬件配置上的优越 不到27万的分数显然和PPT上的展示有些误差 但这也恰恰印证了老罗之前的言论 另外一方面 从实际游戏体验来看 高帧率模式下稳定在55帧以上的王者游要 玩起来十分畅快 多人团战下也未出现掉帧的状况 显然沉迷于手游的玩家们这次有多的个选择 限于时间的关系 我未能带来坚果21在快充及续航方面的表现 不过考虑到3600环时的电充量 以及18W快充技术的一观表现 就算时间长于官方给出的参考 也不会有太大的差距 限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就室内场景进行了拍摄 不过这几张样片其实就能够体现出 坚果21在拍照方面的实力不容小觑 复杂观影下其相机的白屏红很准 色彩还原也接近于真实 美中不足的使对焦速度和开启HPR之后的成片速度 都有一丢丢的粘质感 这对于习惯一点拍照的朋友来说可能需要室友 当然也更希望锤子科技能够在后续的更新版本当中可以完善 在虚化方面 锤子科技之前的产品一直表现平衡 不过坚果21当然我对此有所改观 从样片来看 人物主体足够凸显 四周的毛发和衣物并未出现过多的瑕疵 由远至近 由近至远的虚化效果也显得下为自然 总体来说 这已不是只能用可用状态 出去游玩 主力当拍照机也是完全够格的 总结 当你看到建管一包装内附增的快充插头 以及一根会发光的双Type-C接口时 双Type-C数据线时 你可能会开始理解锤子科技为什么会如此减价 显然老罗在各种小细节的打磨上 花掉了太多的精力和成本 那么这些代价究竟值不值呢 在我看来 如果在使用过程当中能为我带来愉悦感 或者有那么一瞬间会让我感到欣喜 就足够了 坚果二印深度评测 5月15日 北京国家体育中心锤子科技新领发布会 在经历了长达五个月的预热期之后 这场期待已久的盛会终于到来了 超过3.7万人在现场同时见证了坚果二印